我来介绍一下Facebook上面的一些诈骗 这个是正常的内容 我们找到一个广告内容 这是赞助内容是广告360的 这个还OK 这是一家知名厂商 现在我找 刚才有看到一个广告 好 这个广告是赞助内容是什么 Typing Links 他用了一个张忠谋的图片 看上去像是一个跟张忠谋相关的新闻网站 对不对 那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然后这边看上去是一个台北Times 台北时报的页面 然后有名士华士 什么中士客家电视的这些logo 这个都是让你不以为它是一个真正的新闻报道 然后里面的文字稍有介绍的介绍这些内容 但这里还出现比尔盖茨的画面 这都是为了让你觉得他可以相信 这里是要你报名 报名的链接是一个什么链接 这里看不到 稍等一下哦 这里没办法把链接显示出来 那我就点开给你看吧 点开这是一个什么 这TradeSafe App 然后它是鼓励你去做Bitcoin做加密币的投资 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FB这个广告 这个网站叫Diophia Diophia这个网站呢 我们进入它的首页看一下 这是一家这是一个卖汽车配件的网站吗 所以这是一家正经的网站 它被黑客入侵了之后 放了一个假冒的新闻网站的页面 做了一个什么台北他们的这个页面 它是一个正经的有做网上销售的 你看我们进入它某个产品页 找到一件衣服 选择购买 然后可以支付 并且我们回到它首页 进入它的这个购物车 购物车里面能看到 看得到我们刚才想买的这件衣服 所以这是一家真正的新闻网站 真正的电商网站 但是呢被黑客入侵之后 放了一个台北时报的伪装的新闻采访页面 花这么用张筒模的名义 用比尔盖茨的名义 用这些人的头像 只是为了骗人家去 他的这个做比特币交易的网站上面去 这就是一种种种欺诈 但最终的结局也不会是真的让你发财 所以他们利用FB买广告 然后利用黑客网站 被黑客入侵的网站放假的新闻页面 最终把流量导到这个 做比特币交易的网站上去 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灰色产业 而FB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这样一个渠道 所以看看有没有举报链接 好 点了举报 我们能选择的是误导或诈骗 内容不雅 冒犯性 暴力 广告主冒充他人 我已经信息 所以他自己不做 FB他不做任何的内容的识别 也不做审查 却要求用户去帮他们审核结果 但是在用户审核审核这个广告内容之前 一定会有很多人上当受骗 所以他说会审核我的举报 并通知审核结果 那我过几天门再看看 同样的 这个被举报的这个广告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广告 刚才有看到另外一个广告 PinkWiki PinkWiki它是一个英文的介绍的网页 但是他出现的广告内容呢 又出现了这个头像是谁 是郭泰明吗 好 我们点进去看 这边看到的网站是BodyAd 看看BodyAd是不是同样的情况也被入侵了 好 又是同样的手法 台北时报 又是同样的内容 所以呢 这个诈骗者不仅用了同一个页面 但是他用了在Facebook上面 用了另外一个广告组来发送 并且还有4000多个粉丝 所以要是我觉得Facebook要真正的治理的话 就把PinkWiki这个封杀掉 PinkWiki5528 因为他老在发这种广告进行诈骗呢 然后我们进入刚刚那个BodyAd 进入这网站的首页看看是不是一个正经网站 还是一个专门用的诈骗的网站 这看上去是一个正经网站 看一下地址 用的是Shopify的平台 一直前这个Deliver Deliver看是不是也是Shopify啊 也是用Shopify做的 所以看起来是Shopify常常被入侵和被利用 所以Shopify、Facebook 他们在这里面承担什么的角色不知道 我们再找另外一个Facebook广告 难若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创作者 他的广告还OK 好 又一个广告叫Joylite 也是有5000多粉丝 他也放了一个张砖模的广告 用的是BrayChapVP 我不会念的 完了点进去打开看一下 看是不是又是台北时报的页面 好又是台北时报的 所以他把张忠谋比尔盖茨他们的一些想法拼凑在一起 然后最后是还是鼓励大家去报名 报名的话肯定又是同一个网站 所以这个行为就是 他至少用了三个FB主页来放他的广告内容 所以我又来举报一次好了 举报广告 误导和诈骗 好 前面的广告我们去找过来 Pinkwiki也要举报 所以FB这个平台上面的话广告就很可疑了 并且我们村里面有老人家常常在FB上买东西 常常买到假货 并且会收到两次货 所以FB这个广告平台 真的大家要小心为上 好 今天的揭露诈骗节目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收看